第三百四十一集 四十八道外景 千岛之湖 没错 我其实是天外之人身边的卧底 我是你的同志 林冲正色言道 指着自己的眼睛 看到你这双眼睛没有 这就是我身份的证明 不可能啊 智商不高的天魔之脑陷入了迷惑 而明明是天外之人 趁着天魔之脑迷惑之时 林冲已然是命令那十枚紫亭昆仑雷 发射 刚才满天都是外景之光 这外景之光 是能够照报紫亭昆仑雷的 现在林冲的胡扯 让天魔之脑是陷入了迷惑 露出了破绽 林冲立刻让导弹们全部发动 十枚紫亭昆仑雷掠过长空 直击纪无量 滚开 让我来 储团之背 纪无量见机不妙 奋力强压天魔 拿回了身体的控制权 但身边已是十枚紫亭昆仑雷环绕 见识不妙 纪无量猛的是运转周天星斗大阵 深周如同喷射彩带一般 标出了数十道亮白银色的外景之光来 直照的十枚紫亭昆仑雷纷爆裂 但有些晚了 因为爆炸离得太近了 只见那处天空之中 先是爆裂出了十枚陈星 又是亮出了密密麻麻的黑色褶皱 本是傍晚日暮的颜色 但那一块却仿佛是裂成了黑夜 而一轮角月之光在这块黑夜中 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 来来回回将近七八次 才从黑夜中挣脱出来 又不行 唉林冲叹了口气 此听昆仑雷的产量不高 上个半年还在制造那枚超级的 仅有的几十颗 一半在这儿 一半在万法群山 这十一枚就是全部 炸过去既无量不死 那就真没法子了 而伸手着一轮半明不亮的 一卧天机的既无量 也在半空中是喘着粗气 刚才的那轮轰炸 也把他下个够呛 知道天外之人危险 却是不敢再靠近了 双方僵持了几秒 是个毛肝打狼两头怕的局面 不过 这毕竟是在大成先宗的宗门重地 如果宣赫的阵势 已然引来了大成先宗门人的注意 只见无数法宝之光是略空而至 还有人竟然会类似顿术的虚空传送 直接在此岛上就显出身影来 要知道 这顿术可是散仙才能掌握的 大成先宗不愧是人才积极 这时也听到了洪道场那洪亮的声音 是谁在我大成先宗捣乱 看来是打不成了 林冲摇摇地和纪无量对视一眼 都明白了这点 但纪无量呼得是目光一转 收了身旁的一卧天机的圆月 高声喝道 红炸门 我乃算仇折仙纪无量 追踪灭我宗门的天外之魔到此 还望相助 嘿 这不要脸的 林冲都给气笑了 这折仙还真是个臭不要脸 远远的 一道太阳般的巨大金轮标飞而至 金轮中是洪道场的身影 到了此处 他一甩手 那金轮化作脑后的金光盘旋着 这时 此道之上 除了红道场之外 也被七八个大成仙宗的弟子围了起来 桥内模样 怕是个个都是阳神 甚至元神大能 红道场 甚至都不是其中修为最高的那个 寺政中神境数量第一的大成仙派 果然不是吹出来的 折仙 红道场瞧了眼计无量 再瞅了瞅林冲 天外之母 李一山呢 红道场继续说 这时 拿着大成无暇舍身甲的李一山 从一处坍塌的崖壁下招起手来 红道场 救命啊 刚才林冲和纪无量动手之时 两人都刻意避过了李一山所在 林冲是怕把他给弄死了 纪无量是怕损坏了大成无暇舍身甲 立刻有位大成仙宗的弟子 去把李一山给救了出来 这时 这纪无量面容悲怯 痛苦言道 红道场们 他就是天外之魔 就是想要覆灭天下心道的罪魁祸首 万法山 太医村 丹青宗 长安城 乌鸦山 白马寺 白鹿洞 处处都是死在他手上的冤魂呢 林冲露出了个呵呵的笑容 你看他还笑得那么残忍 请红道场为我做主 纪无量是表情愤慨 你便是天外之魔 我屡次派人进昆仑山脉寻找 却不见你的踪迹 今日 是要来灭我大成仙宗了吗 红道场盯着林冲 背后那轮金轮 是熊熊的燃烧着 面对红道场的质问 林冲坦率言道 没错 第一 我要灭你大成大仙 第二 我要抢你的大成无暇舍身甲 有本事你就随身带着 等我来抢 记着 身边多跟几个元神 不然俘虏仙宗孝尼勒 就是你的榜样 这时 已有几个大成仙宗弟子 围上了林冲 个个亮出手中法宝 而且桥内模样 不是元神 就是阳神 慎而重之的 要把林冲留在这 林冲眼瞧着四周 他露出了不屑的神色 我这是一句法身而已 杀之不绝 毁之不尽 你们一个个的 确实要小心了 我的黑名单上 都有你们 务必日日夜夜都睁着眼 否则哪一天晚上 你们的亲密师上 或者是踏边人 就变成了我的法身 笑得太猖狂了 呛着了 第三百四十二集 天魔异动 一 林冲最后 向着面色不怎么好看的 纪无量挥了挥手 便散了这句法身 虽然是散了法身 但昆仑之巅的水镜里 仍然显示得出千岛之湖的场景 因为是一根红线 系在这李仪山的身上 如果是非信水镜 又或是虚空水镜 红道长这般的元神大能 他能够察觉得到 但是红线水镜 却是与因果有关 更为隐秘莫测 当然 如果纪无量展开一卧天机 获取散仙果位 那这红线水镜 也是瞒不过他 可那等于将这天魔的真身 暴露在了红道长的眼前了 自然也是不敢 林冲在昆仑山巅 一边喝着黑蘑菇咖啡 一边看着红道长 抓着这纪无量开会 因为担心天外之人 再来找李仪山的麻烦 红道长就将其带在身旁 恰好给了林冲 旁听会议的机会 顺便还叫了几个元神大能 在旁边跟着 我老头可怕死 笑迷勒死得那么惨 我和他境界差不多 还不得多找几个人保护 红道长虽然年纪大了 可他并不糊涂 再说天外之人都说了 要来抢大城无侠舍身甲 我还不仔细收好了 红道长把舍身甲 给了另一位老者 左师兄 这几天就拜托你收好此甲 是的 那左姓老者点头说 纪无量眼瞧着 获得大城无侠舍身甲的难度 是越来越高了 他心里不禁是暗恨 天外之人嘴碎 纪小子 这几天跑哪儿去了 我知道算仇宗之事 让你心情很不好 但对付天外之魔 那是整个二十四先宗的事 你可不能独立承担 面对红道长的热情 纪无量是叹了口气 七情上脸 开始演戏 反正就是那一套 林冲都懒得再去看了 这几天就留在千岛之湖 那四政先决之事 咱们得异议 青云子还一直找你呢 我得给他个交代 纪无量 大概也是没心情理会 什么四政先决 也怕被青云子找着 自万法先宗 被天外之人扫荡过一番之后 他再算青云子 挂象已然大变 青云子肯定和天外之人 是有勾结的 如此想着 正要拒绝 纪无量呼得是表情一变 似乎听到了什么似的 他愣了半赏 这一愣 就是好半赏 纪小子 纪小子 你没事吧 红道长抓着这纪无量 晃了晃 不是 纪无量皱眉 思寸片刻 这才慎重言道 红宗主 我刚才心血雷潮起了一挂 算到此番磨结的破解之机 就在四政先决上 红道长却是来了兴趣了 眼前这可是算筹宗的折仙呢 这算筹之术理应是天下无双的 仔细说说 须得尽快召开四政先决 越快越好 地点就定在 纪无量 颇有点艰难地吐出了三个字 太一村 那得同知万法 俘虏和天术 但俘虏先宗 才出了那般事 怕是要推举个新宗主才行 怎么也得几个月时间 红道长觉着 这也是个正事 自摩羯以来 他早就想召开四政先决 就是算筹宗 才遭大丧 俘虏先宗也逢着劫难 一时是难以为继 但越是这种时候 不越是要先道之人 上下一心吗 为什么是太一村 红道长又问 便是在我大成千岛之湖 也好啊 就是要让先道同辈们 看看我算筹宗的下场 以便团结同心 共亢天魔 纪无量是咬着牙说 那模样好似是愤怒至极 画面定格 不周天中 704的心理分析师 就是林冲的心理医生 贺彪 指着这张脸说 典型的共情表达 他所说的肯定不是心中所想 但寄托的情绪是一致的 他是怀着一种被压迫的愤怒 被迫害后的反抗 而说出这句话的 所以一定是有人逼他做出这种表达 然后贺彪又把录像往后退了几分钟 那是纪无量正在发呆的场面 他在跟谁说话 从脸上的微表情来看 说话那人的地位高于他 这种表情和你接到老板电话时的情绪是一样的 会不自觉地慎重起来 收回翘着的二郎腿 身体挺直 把香烟从嘴边拿下来 等等等等 这是一种本能反应 就算再瞧不起老板 也知道工资是他发给你的 他一定程度上主宰着你的生活 听贺彪分析完毕 林冲是双手合十 表示感谢 谢谢 贺彪离开了不周山中的 虚拟出的这间办公室 留下了林冲 林不周和Zero 原本是反对四郑先决的纪无量 忽然转变了态度 这真是个有趣的现象 林冲找七零四 分析纪无量一波 得出的结果就非常的明显了 不用说了 天魔逼的呗 林不周发言 也是纪无量收集其六件天机法宝的机会啊 天魔之体们怎么说 林冲问Zero 第三百四十三集 天魔一动 二 天魔之脑在召唤他们集合 地址也是太一寸 Zero说 正好 一网打尽 省得我天天出差 林不周拍着桌子 有没有考虑过被别人一网打尽啊 林冲并不乐观 现在我们没有对付纪无量的办法了 他能破紫婷昆仑雷 动名声扬雷又太弱 四正先决不是三个月之后吗 我想想办法提升一下动名声扬雷 总有办法的 实在不行 就把那枚超级紫婷昆仑雷埋过去 炸飞他们 那玩意目标太大了 一百米直径 除非纪无量是瞎子 林冲摇头 不可能嘛 都没啥好意见 先休会儿 征求智囊团的意见 明天召开扩大会议 我不参加行吗 我明天还要打经济场啊 扣你工资 继续开会 应对天魔异动 也可能是刺琴计划的最终章的扩大会议 林不周 林冲 Zero 林曼 齐聚不周山 首先我来读一下 七零四智囊团对于此事的判断 林曼打开了一个文件夹 由于前置条件不够详细 比如纪无量手中凑齐了六件天机宝贝究竟能干嘛 他的周天星斗大阵又有什么威力等等 所以七零四能给出的推测比较模糊 总共两个可能性 一是纪无量的目标 可能不在乎摧毁和杀人 二是纪无量的目标达成过程 可能不在乎我方干涉 各位请发表自己的意见 林曼又说 林不周是第一个举手 我能不能不出息啊 我真有个竞技场没打完 扣你公子 没钱买新皮肤了呢 你们这对贼公贼婆 林不周小声嘀咕 啊 这林冲和林曼盯下呢 我个人认为 天魔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 林不周立刻正视了起来 他们智商不足 目标就是杀人献祭 所以这个四政先决 杀人肯定是要杀的 不然对天魔无法交代 纪无量的目的呢 肯定是要收集六件天机法宝 至于能达到什么目标 我觉得去年八月十五那天晚上 他和楚先来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他就是想要做一艘末日之周 然后跑路 林冲和Zero还有林曼 都看向了林不周 仔细说说 你看 昨天林冲和他见面的时候 纪无量都说了 给了大成和万法先宗的法宝 他把此戒扔给我们 他啥都不管了 那还不是要跑路的意思啊 就这 这不合理啊 是啊 704分析过这种可能性 但解决不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跑路去哪 大家可以翻看文件附录部分 几种被否定的可能性 纪无量是哲仙 六件天机宝贝 如果真能组成末日之周 那也必定是载着纪无量 回归天庭之类的 可现在纪无量在凡间大开杀戒 连同为哲仙的楚仙来都杀了 他回去干嘛 投案自首吗 嗯 有没有可能是要投靠天魔 这个可能性要建立在那六件宝贝 的确组合成末日之周 然后天魔生存的环境 又适合纪无量 纪无量改变自身形态 转化成天魔 704也猜到了这种可能 那这样就简单了 纪无量大杀特杀就好了 他又不是没这个本事 散仙在此界是无敌的 他又有周天星斗大战 本着杀人为目标 很快就能攒够数量 迎天魔下界 那他还跑什么路 林曼又否了林不周的猜测 所以这六件天机宝贝组合起来 肯定不像是楚仙来所说的 只能组成一艘末日之周 Zero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 你这新造型 挺像某个著名小学生啊 林不周黑笑着说 注意纪律 别探讨与会议主题无关的话题 林曼敲了敲桌子 林不周在嘴上滑了一下 示意自己风口 同时也贡献不了更多的智慧了 可惜没办法把楚仙来 从坟里挖出来 世上的哲仙又都死光了 只剩下楚仙来一个了 林冲叹了口气 除了纪物量外 可还有一个哲仙活着的 林曼提醒林冲 对呀 林冲眼睛一亮 五分钟后 林不周邀请李军燕这位编外人员参会 由于黄梁之梦的特殊性 林不周能够将魂魄化剑的林豪和徐小虎和李军燕拉进梦里 顺手还连接上了不周山 但是没办法投射法身到这水晶仙游系统里 因为林豪横是林冲的分身 没有独立的魂魄 而徐小虎和李军燕则是没有肉身 没有构建法身的基础 第三百四十四集 刺勤计划最终章 各位尚心安好 李军燕向着大家打招呼 姐姐好 Zero说 直媳妇好 林不周笑嘻嘻地回应 Zero瞪向了林不周 小虎是我侄子 哼 胡说 小虎在世的时候 你还没出声呢 嗯 Zero说得对 林冲同意 林曼敲了敲桌子 瞪着所有人 再聊闲篇该扣钱的 该挨咬的挨咬啊 李仙子 林冲说起了正事 这次麻烦你来 是想问问 你知道此次折仙将士 所在门派的六件天机重宝 如果都在一个人手中 能有什么威能吗 这 李军燕想了想 才缓缓地说 我肉身没得早 很多记忆未曾觉醒 依稀记得 在天庭时 一个上仙曾经说过 若是此界颠覆 不可挽救 则需是集六折仙之力 重建一个俗世轮回 将万物重启 听得这在座猪人 是一片茫然啊 重建轮回 重启万物 这 超刚了好吧 但楚先来说的 这六件宝贝 可以组成末日之舟 不对 楚先来没这么说过 林冲警觉 楚先来只说 载着一批凡人种子 度过末日 他们修行日久 与天机之物相伴 应该是另有体会的 李军燕摇头 但重启轮回这种事 怕是得我们六个 都修成九节真仙之境 再借助天机之宝 引动天机将士 才能完成的伟业 如果按上仙们所说 既无量只有一个人 还只是散仙之境 那么即使有天魔相助 也绝无可能 李军燕断然言道 言辞中颇有着几分 当时手掌天结之雷的 那个折仙风范 讨论了一圈 即便是请出了李军燕 既无量的目标 还是个谜 下一个议题 基于现在的情势 已经进入 刺刑计划的最后阶段 只要在太医村 把天魔肢体们完全除掉 刺刑计划就成功了 季无量的阴谋 和我们的方向 其实是一致的 不必阻止 四政先决 但是 要做好准备 别玩拖了 所以 这一阶段目标 第一 干掉所有天魔肢体 和季无量 第二 不让季无量血迹 也不能让他得到 六件天机之宝 第三 抢到周天星斗大阵 那个很有用 第三 林冲在黑板写下了第三条 第一个交给我 Zero举手 我需要林曼配合 升级动名声扬雷 没问题 第二个交给我 林不周帮我 偶尔也需要林曼 林曼博士 你说要请三个月的假 可是如果没有你的话 地球首都科学院 能量宇宙项目组 小组核心成员 有将近70人 是各大院校抽调的精英 国内外知名的 物理学家 数学家 这里面 有很多都是林曼的崇拜者 不用担心 目前能量宇宙理论 核心公式的推导 已经全部完成 接下来就拜托你们了 林曼对所有核心成员说 我要去放个假 您放心吧 请去享受您的假期 三个月之后 您将看到一个奇迹 一个普林斯顿教学院 投奔林曼的青年学者说 奇迹也不是你创造的 一个来自清华的青年学者 是呵呵了一声 这些个洋鬼子 热情的让人讨厌 相信林曼女神 还是喜欢含蓄的东方人吧 林曼和Zero 两个绝顶聪明的脑瓜 加在一起 激发出了一加一 远大于二的灵感火花来 周天算精 以肉眼可见的进度 在破解着 就如同Zero所说 周天算精 是测算此世天地万物的法门 其方法是从灵机背后的虚空着手 地球上的虚空 是一片雏女地 西游世界的虚空 则是被设定了很多的法则 周天算精 是解析这些法则的一个公式 一握天机 则是最终的答案 从二十番封信的查遍万物 到三十六遮龙蛇的追溯因果关联 再到四十八外景的看到虚空中的源头 再到七十二字众生的由源头知晓众生 最后是八十一节天意的动明世间一切 这是个解析天地万物的过程 达到一握天机的境界时 这个捕算者看到眼前的一朵花开了 就能知道八千里外该有一场风暴来临了 看到星斗转换 也知道世间王朝将为之更迭 见到一个婴孩啼哭着将士 已然看到他将死在一场落石之中 无论是学习还是使用周天算精 都需要庞大的计算 西游世界的数学并不发达 但通天盘和二百七十一枚算竹 就相当于专为这周天算精而设的计算器 当年一整个算筹先宗 人数永远是二百七十一 那就是为了驱动这件天机宝贝 而设定的最佳人数 二百七十一人 通天盘周天算精 合起来就是周天星斗大阵 第三百四十五集 神雷献士一 林冲不时会上到不周天 来参与林曼和Zero的研讨会 虽然攻克不周算精的进度 超过了预期 但林曼和Zero的脸色 确实越来越凝重了 一个月后 林曼这天上线看着简报 四十八道外请完成了 厉害厉害啊 七十二字重生的进度 也超过百分之十了 指日可待啊 林冲是一边说着 一边继续往下看 这个简报是给林冲等不懂周天算精的人去看的 所以直接就给出了一个指标 结合动明生羊雷的威力效果 四十八道外景之后 动明生羊雷达到了鹤级了 解析到七十二字众生后 预计威力将达到伏级 到那时 只要输入对方的名字 动明生羊雷就能够月空而至 无声无息 植入心肺 这才是天下墨浴的神仙雷法 距离可以向整个西游世界宣扬真理的日子不远了呀 林冲看着是挺开心的 又瞧着林曼和Zero 两人的表情啊 都是苦大仇深的 和这破解的进度完全不相符 他不禁有点疑惑 你们这什么表情啊 林冲问他们 进度不是挺快的吗 太简单了 Zero坐在桌子上 拿着纸盒笔在乱图乱画 抬起头来 林冲就见他双眼通红 什么太简单了 虚空规则太简单了 那边的林曼也在埋头用纸盒笔写着什么 头上那条呆毛又竖了起来 这一个月呀 都没怎么睡觉 人显得有点呆 简单 有什么问题吗 林冲也坐了下来 看着桌子上两人涂抹的各种形状 有的是瓶子 有的是环 好像都是无始无终的图形 林曼也在破解地球上的虚空 这两个虚空很相似 我们在研究往虚空里头导弹的时候 林曼也在搞虚空船物 Zero的表情甚至有点绝望啊 我们随便搞搞 导弹就能用了 林曼他们要动用整个国家的力量 才能传送一个苹果 然后呢 林冲还是不解 在西游世界里 虚空的规则都被设定好了 特别简单 随便搞搞就能用 我们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怀疑 Zero双手插进头发里 这个世界物理规则 就像是一片土地被中了麦子 摘下来磨成面粉 揉成面团 放进烤箱 变成一个甜蜜的蛋糕 摆在了我们面前 但未被更改过的物理规则 其实是那片土地里的一颗尘土 我们根本不可能从这块蛋糕里 看到尘土是什么样子 你明白我们的感受吗 哦 明白吧 林冲大概了解了 就是接了七八手的盘 虽然用得舒服 但心里不爽 林不周适时地补充 滚 林曼眼中是金芒一闪 又过了一个月 掌握了动天算经的规律之后 破解进度很是喜人 林曼和Zero一边是绝望地念叨着 太简单了 一边是势如破竹地推演着 虽然两个疯狂的科学家 对于虚空中的有关命运的规则 如此简易是不满意的 但无论七零四还是林冲 对此都乐于见到他们的成果 周天算经在没有通天盘和271枚 神仙算竹的配合时 就是个算命的法子 随着对周天算经破解的完成 对其六重境界的描述 既然可以用语言将其准确地表达出来 第一重二十四番封信 能够算到你今天福获如何 能不能在地上捡个大金元宝 是对当前环境的察觉 第二重三十六遮龙蛇 能算算你家人丢在哪儿了 姻缘何时来到 是对命运关联的通晓 第三重四十八外景 能算到你为什么享受此事浮原 又或是报应 顺便指点一下风水 让你下一代荣华富贵 这已经是看到了因果的源头 那在虚空之中 第四重七十二字众生 则是从源头再返回到此事 以三界为生 能定上一世 此一生下一轮回 所以这是可见三生 指点你一下 夜半三更能避开无常锁魂 沿往名册上躲得了锁命红圈 第五重八十一节天意 则是能忘到一地一城一国的群体命运 比如一个国家有亿万臣民 万里江河 算者能忘到其兴衰更迭 视为可知天意 到六姑的最后 一握天机时 就妙用无穷了 上述所有命运相关 都能做一定范围的更改 而在仙道之人身上 则是彻底洞悉了自身命运 在另一种意义上 达到了可斩三叶的先决条件 如果有先帝佛祖相助 帮助斩除过去 现在 未来三世 即素是伪立于一身 瞬间可以凭此手段 飞升大罗金仙 退一万步说 如果凡尘巅峰 九节真仙相助 也能够在虚空中书写倒印 成就散仙过位 取巧的法子 自然也是有着其限制 那就是 用了这种手段之后 就再不能凭借 正常的修炼方法去进步了 只能再精深算法 再博取更大的力量 再书写更为玄傲的倒印 所以 这就是黄梁仙 再上一层的手段之一 Zero对林冲说 原来是这样啊 土地仙也是一样呗 无法正常修炼的仙宗 都是用书写 或者其他法子来升级的 那怎么写 你给林步舟写一个 要想把林步舟写成仙 得三个条件 一是劫后真仙修为 二是精通周天算镜 三是拥有通天盘和 二百七十一枚神仙算镜 Zero推了一下脸上的眼镜 缺一不可 没有通天盘和神仙算镜 周天算镜只能算算命 有了他们 周天算镜才是书写 苍生命运的方程式 我猜测 这也是给封号大圣 写封号的手段 所以 又落到纪无量身上了 林冲叹了口气 避不开的boss啊 能够通盘探讨周天算镜 代表林曼和Zero 已经对周天算镜 有了全局的了解 事实正是如此 闭关两个月后 两个天才 加上一整个不周天的运力 已将周天算镜 全部破解 从二十四番风讯 到一番天机 都已变为了 复杂的现代方程式 进入了不周天的数据库 林冲现在完全可以冒充 算命先生 在西游世界摸骨算命玩了 而应用在 动明生羊雷上 Zero却言道 提升却是不如想象的那么大 现有的动明生羊雷 还是在紫田昆仑雷的 结构上更改的 不适合虚空环境 得重新设计才行 Zero挺不满意的 但重新设计 要掌握以我天机 只凭推演 已经完成不了 必须得有通天盘 和二百七十一枚 神仙算竹才行 Zero叹了口气 好像想这个天机宝贝啊 当量能有多少 林冲关心的是这个 只有十幅 这也是目前的极限了 Zero说 够了够了 林冲都笑得是合不拢嘴 随叫随到 无法防御 能炸死十万只 白鹤大妖的神雷 终于是诞生了 洪道常说的三月之期 并不是他刻意拖延 而是准备开个会 就是需要这么久 二十四仙宗遍布东盛 南瞻两大部州 最远的所在 更是在人际罕至之外 穷山恶水之中 就是用非信传达的道的 怕也得是十天半个月了 若是遇上什么灵机绝战 非信失联 再来一轮通传 又得十天半个月 而这些宗派得着消息之后 在准备上一番 把陈年的法宝拿出来 开开光 百十年来未穿的盔甲武器 擦擦亮 在链上几炉丹药应应急 这十天半个月 总不多吧 等这时才出发 三个月之期 只会抄 不会少 以往都是要提前三年 发出邀请函 提前半年确认行程 提前三个月催促其动身的 纪无量是想着 开个四大先宗之会就罢了 可惜的是 天外摩羯太过严重 红道长坚持 要所有宗门列席 但也是紧急 三个月不来就算了 大梁山北路 九丘之一的昆吾山 便在此处 昆吾部族 源自上古神传 最早可追溯到皇帝时期 昆吾山是座灵机之山 又被称为阴山 山上的草木就是利剑 土地就是钢铁 所以昆吾部族的修炼者 石铁吞钢 与普通的修道士相比 他们更像是画外之民 虽然与其他的先道门派 极少联络 但此刻红道长的飞信 却也是发到了掌门的手里 于是掌门就整理行装 准备出发了 这一准备就是大半个月 等到他们出门的时候 都已经到了第三个月的中旬了 距离四政先决 还有半个月 这无论如何也走不到吧 昆吾山之外 林冲和林曼说 昆吾山在南瞻布州 距离太医村好几万里呢 总不能白来吧 林曼靠着棵树 咬着根草 模样很是潇洒 这时 水净罩着昆吾山一行人 已然是到了近前 这些人 个个身材高大 袒胸赤膊 头上扎着火红色的发迹 说话声如红中 背上杯子的行李卷 跟一群铁匠集会出行事 是一样的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在 要想过此路 留下满路才 林曼跳了出去 拦在了大道的中央 你是几匪 领头的昆吾山掌门 更为高大 他的身高接近三米 他弯着腰 看着眼前的这个小姑娘 就跟一只大黑熊 看着只小松鼠似的 第三百四十七集 四方云洞 哈哈哈哈 然后昆吾山掌门 就哈哈笑了起来 那笑声炸得跟霹雳那般 响得林曼是直无耳朵 快走快走 免得我一不小心踩死你 昆吾山掌门的大手挥过来 想要把林曼挥走 这一动作 却是小看了八级拳林曼 小看了带着倒马装技能的林曼 林曼眼中是寒光一闪 一记崩拳 正中掌门胸口 熊一样的掌门顿时觉得胸腹都要被打烂了 弯腰直偶 脑袋里都是星星 眼前是一片一片的黑 他连退几步 骇然望向他口中的这个小姑娘 却发现了更让他惊讶的是 身后那些昆吾门人 个个是七扭八歪的倒在地上 而随着那小姑娘同来的小伙子 却正在那笑嘻嘻的看着他 连个原因都没有 去凑什么热闹啊 林冲刚用幻术挂架点倒了那些昆吾门人 发现真是异常的弱 顶多就是个金丹 你们究竟是 昆吾掌门骇然 我们呀天外之人 能揭我一拳啊 真是厉害 林曼往仍然醒着的昆吾掌门脸上再补一拳 这一拳更疼了 昆吾掌门当即是晕死了过去 晕过去之前这脑子里还有一个疑惑 那小小的拳头 打人为啥这么疼啊 十分钟后 林曼和林冲合力 把晕倒了的昆吾山 要参与四政先决的全部外派人员 都叠在了一起 藏在了树林里 又每个都补了个坏 怎么这般野蛮呢 宗主中了一拳 异常的疼 入骨髓的疼 不去 宗主没办法 老来得子 一根毒苗 那可真就是手心里的宝贝疙瘩 宗主 先是掀开门脸 走了出去 就见眼前这太医村 有点不对劲 元神大能 神识是勾连天地 他立刻察觉 这似乎是 幻觉 不对 是梦里 正疑惑着 忽然觉着脚下一响 似乎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 低头一看 天树宗主就瞧见一灰白色葫芦 这却是 只听是轰的一声 天树先宗 宗主重伤 打道回府 第三百四十八级 绝匠的红道长 一 太医村 已然从废墟上重建了起来 三个月的时间 已是足够将其复原了 成建这个工程的 是大成先宗麾下的一个一副门派 名字叫三皇 是战国时某位非生大能留下的传承 三皇派掌门是个原英企 因为没有成先的资质 所以不能入大成 但又是大成先宗直系后代 所以 红道长就按照老规矩 从大成无暇舍身甲上 取出了其先祖的功法 助其建立了附属在大成先宗门下的支系 三皇派 大成先宗的支系门派并不多 大多因为不善经营 没几年就倒闭了 这三皇派算是最兴盛的那个 门内三千多人 依附大成先派 在建南道显赫一时 三皇派全派上下三千余人 全部参与了太医村的附建 日夜忙碌不停 建成后又留下了三百人 准备招待来此参与四政先决的 二十四先宗人士 现在的太医村 已是陆续有二十四先宗的 与会者来到 三皇派掌门负责全城统筹 现在是非但不忙 反而是闲得可以 原本准备了数百人的住宿 结果到现在 只有十人不到 禀宗主 丹青 青氏 社稷等宗均没有消息 倒是天树毁了飞行 说其宗主会有不适 不能来与四政先决来 还有几宗说 其宗主已经上路 按照时间来算 也是该到来 却也没到 我如此回复后 他们就开始四处搜索其宗主 大概也是来不了来 越是接近会期 红道长宗主的脸色 就愈发难看 三皇派掌门 每次汇报的时候 都不敢看 这位老头的脸色 偏偏就这么巧 我看是那天外之魔作祟 以为能阻止我先宗大会 放降 四政先决 照常进行 宗主英明 另外 俘虏先宗的两个长老到了 是祭仙亲子接待的 还有四海宗一位龙女也来了 万法先宗宗主清云子真人 也写两位弟子 马上就到 总算是有了几个好消息 红道长面色稍稽 明天就是正式的会期了 总计却也只有万法 大成 福禄 算筹 四海五宗 加在一起 还不到二十个人 就这五宗 自个儿找个屋 开个会就得了 干嘛还得重建一个太一村呢 三皇派掌门心里泛起了嘀咕 太一村 四正先决当日 写有太一生鸿蒙的牌匾 在村中的主楼被当作了会场 万法 大成 福禄三宗 坐在主位上 算筹和四海 坐在两侧 空空荡荡 广阔的大堂 是按照数百人的规模来设计的 椅子摆了二十四张 代表二十四先宗传承 每个椅子背后还能站上不少人呢 一切都依照上次的四正先决的规矩 此刻 这却是空的让这洪道长心烦呢 往年里 开会之时 这二十四先宗来不齐 也数正常 剑仙传承早就断绝 最新的传承 却应在天外之魔的身上 让人叹息 黄梁仙神出鬼没 据说覆灭万法时 也有黄梁仙出没 说不定早就投靠了天外之魔了 身外仙是从来神秘难言 一人成一宗 很难见其真身 其他几个仙宗 皆是那种虚无缥缈的存在 比如无常仙宗 深夜悠行 白日便化作庙宇 很难找其踪迹 但像这样的 二十四把椅子空了十九把 还真是稀奇啊 也着实是有些打脸 洪道长觉着自己这脸疼 这次先决是他召集的呀 即便如此 也得撑下去 今日召集大家与会 然是为了决断万法仙宗 与算筹设计两宗的纠葛 但此刻天外之魔 覆灭了太医村 我们此刻所在 便是其行凶之地 所以此次的议题 就成了 集合二十四仙道之力 共抗天外之魔 我不同意 万法仙宗宗主清云子 呼得发言 设计仙宗也就罢了 我跟算筹仙宗的因果 今天就要算上一算 清云子真人 我们之间有什么因果可算 纪无量笑而言道 十五年前 在万法天机殿 伏击天外之人时 我们可是共抗天魔 真人倒是解释一下 为何天外之人 袭击万法群身后 你态度倒转 非要与我为敌 难道真人是 投靠了天外之人 清云子是不禁一审 要或者是清云子 不是清云子 乃是他人所化 纪无量又说 此言一出 唐中之人顿时色变 特别是红道长 胖乎乎的老头 皱眉言道 纪小子 你别胡说 一派胡言 清云子不屑地说 如果你真是清云子 必然能引动万法天节 纪无量说的话 说到一半就停下来了 因为他看到 清云子拿出了一颗法珠 那法珠内 藏着亿万惊魂一般 有无数的小人 在其中奔走 却是不得逃出 第三百四十九集 倔强的红道长 二 万法天狱 红道长叫了一声 这是万法先宗的振派之宝 也叫万法天珠 但晓得其微能所在的先道人士 总把它叫成万法天狱 因为万法传承独特 天机中所写着所有传人的名字 不守门规 犯了大罪 错无可赦的 会被隔去万法天机中的名字 而那些无法隔去的 就会被投入这件宝贝里 无法隔去其功法修为的 往往是因为自创了一门功法 没有上级传承 这些人都是精彩绝艳之辈 不乏元神散仙甚至真仙 若是其中跑出一两个罪仙来 那这一届应遭的灾祸 却是不会下次天外之魔肆虐 清云子真人 你带万法天狱来参加四政仙举 红道长皱眉 要是不小心放出一两个罪仙 可是一场劫难 若是我能放出其中最先 众生本源 是真是假 用周天算经一算便知 你敢 黄世天不能忍了 我师父是一派之掌 容得你说算就算 场面一时间是僵持起来 红道长左右看看 他叹了口气 清云子真人 要不 你就让纪小子算上一算 险下是共抗天外之魔的要紧关头 重要的是二十四先宗上下一心 真人身为四政之主 自证个清白 无所谓的 红宗主 我自证了清白 你们是否也要自证清白 清云子反问红道长 如果我说哲仙已被天魔入体 此刻正是聚集了众多天魔走狗在此处 准备覆灭我们众多宗门 蓄计天魔 引天魔下界呢 真人 你这么说就有点空口无凭了吧 红道长觉着这空口白牙的 未免有点太没根据了 国有人证 清云子一抬手 李清鸟和黄世天都站了出来 我们证明 蒜愁宗是纪无量一人所灭 他已入魔 还以杜劫为借口 引仙道中人来屠杀 献祭天魔 可有证据 纪无量反问 红道长一生长叹 觉得这会是没法开了 这怎么就吵起来了 还吵得这般离谱 这个说那个是天外之魔 那个说这个是天魔附体 难道二十四仙宗 是妖魔的大本营吗 我还真有证据 清云子一卷绣袍 从绣中拿出一卷轴来 这卷轴呈金黄色 尚有佛光功德缠绕 奇象特异 却仿佛是一件天机法宝 这物件 乃是功德先宗 应对摩羯的天机显化 只要打开 便要照出此事天魔之所在 清云子瞧着纪无量笑了一下 纪无量瞳孔紧缩 可本真人不急着打开 纪无量 我以万法天诛为赌注 我们单挑一场如何 生子无怨那种 如何 清云子看向纪无量 好啊 纪无量应允 昆仑之巅 唉 这小子又放飞自我了 林冲叹了口气 怎么办 这儿有点急 接下来的剧本原本是激活功德榜 皆是纪无量真面目 逼纪无量显露真身 再用冻鸣声扬雷炸他呀 没事 徐军虎也应该能逼得纪无量用一卧天机 毕竟他可是个元神大能 这小子是想玩场大的呀 林不周更了解徐军虎 他皱眉猜测着 什么大的 林冲不明白呀 瞧着就知道了 太医村 太医生鸿蒙小楼之前 清云子和纪无量摆开了架势 红道长无奈地做了平盘 福禄宗四海宗也就做了个仅有的观众吧 四海宗是个漂亮的姑娘来做代表 长的是纯粹如一汪清水 眼睛是又圆又亮 是个龙女 这福禄宗倒是来人不少 足有两个都是神经大能 在其宗主陨落的前提之下 红道长足感盛情了 不过这些人不善交际 却也没什么话可说 只是表情木然地待在一旁 似乎仍沉浸在悲痛之中 请了 清云子真人 纪无量手一挥 亮出算盘式的宝贝通天盘 这通天盘上有六柱算竹 应该是载有二百七十一枚算竹 却是二十四三十六四十八七十二八十一之数 此刻那六根柱之上 却是一枚算竹都没有 只剩下了盘体 你的神仙算竹哪儿去了 清云子好奇地问 不是就在这儿吗 纪无量在通天盘上 虚虚地拨动了一下 当时这清云子的周围环境就起了变化 宛如是天地之线的白色思旅 自天而降 把空间分割了 第三百五十集 清云子之死 二十番封信之卦象 无处不在 便查天地 分割万物 雕虫小记 清云子一展绣袍 祭出仪器神纲 元神大手是凌空一抹 那天地之线 当时被抹出了一大片的空白 既无量剑壮士连拨通天盘 又连续祭出三十六四十八两挂 就见以清云子身周十米为界 处处都是盘旋的龙蛇之火 和洞开的窗口 一柱柱白色红光和紫色龙蛇之火 焦香灰映 却是制造出了一个绝地 清云子却微笑着 他用指尖点出了一枚 宛如肥皂炮似的龟元神雷 只听是轰的一声 白光子火被炸出了个大洞 清云子一步踏出 移出了那个有两挂生出的绝地 没有了一握天机的加持 这几种挂象真是弱得很 连神经修为都没有 这样胡闹似的小孩子把戏 清云子一边说 一边是踏出一步 宛如是缩地成寸般 跨越了百米距离 来到纪无量的面前 玩笑我吗 一边说 清云子是一边抓住 纪无量的脖颈 这一抓 带着仪器神刚 纪无量的原因 灯石被禁了 清云子真人 胜负一分 罢了吧 红道长盲是出言制止 背后的金轮之光乍现 却没出手 因为他想着 毕竟是在此时此地 清云子没道理 结果是咔嚓一声 清云子扭断了 纪无量的脖子 纪无量的脖子 就软哒哒地歪在一边 眼睛宛如死鱼一般 没了生气 元英贝禁 不过是个凡人 这一下 岂不是完了吗 红道长都震惊了 这一念之下 他背后的金轮之光猛战 一枚枚大日真火 从其中迸射而出 直接就飞向了清云子 同时 红道长口中大喝 清云子 放开季小子 留他原因 莫要杀他 你疯了不成 红道长 你个老糊涂 我让你瞧瞧他的真面目 清云子也是一声大喝 一边拂袖 以仪器神刚 对红道长 设来的大日真火 一边是手如利刃 是扑哧一声 插入纪无量的丹田 要夺其原因 歪头已死的纪无量 呼得是笑了起来 这却是古怪 红道长 红道长又愣一下 再往后 就见太一村的四周 有云雾兴起 那一缕缕的雾气 如烟似水 又有风声穿梭 龙蛇之光飞舞 四十八道红光 耸立如天柱 七十二古时圣贤 矗立村中 九十一种历史更迭 循环浮现了 这些的异景之中 猛地飞出了 二百七十一枚金色蒜竹 那蒜竹皆是 净一分 长六寸 密密麻麻 飞船到已死的 纪无量的身后 拼成了一轮满月 这轮满月 嚼嚼如玉 无比的圆满 却正是一握天机之相 纪无量睁开了眼 瞧着近在咫尺的青云紫 连个散心道果都没有 就在此叫嚣 纪无量的身上 爆出了圆月之光 带着散仙之位的压迫力 一寸一寸地逼着青云紫 速速退去 不然就要用 纯粹至极的散仙威能 化了他这个元神 红老头 看到没有 只此事入仙即为辱魔 这是什么 折仙分明 就是魔 青云紫的仪器神刚 被那圆月之光压成了一张纸 又逼迫到了自身 连话都说不完整 却仍是不退 一只手仍然插在 纪无量的小腹里 任由那圆月侵蚀他的肉身 红道长是瞪大了双眼 老头震惊得很 这什么时候折仙真的成了散仙了 这也未必吧 此事虽有天魔际雨 但折仙毕竟有非常手段 说不定能安稳渡劫 红道长 喃喃言道 那我再让你嚼嚼 青云子是一声大喝 龟元神雷 一枚龟元神雷炸在了纪无量的体内 纪无量的小腹 当时被炸开一个血洞 但有圆月之光为凭借 那伤势还是在迅速的恢复着 耳赶 天魔在为纪无量填补肉身 顿时是占据了主导 纪无量的眼中出现了紫红魔光来 他一声大吼 圆月之光将青云子猛的就裹了进去 这一握天机之卦象 有着天魔的加持 只凭卦象本身不做演化 都能活生生的将一个元神大能给挤死 龟元神雷 雷雷雷雷 青云子也是拼了 任由这圆月光包裹着自己 四颗龟元神雷连炸 直接就炸出了纪无量 那个双眼赤红的仙鹰所在 魔化了的仙鹰原本是白玉色 鲜髓充斥 此刻却是周身魔火盘旋 纪小子 你真的入了魔 红道场总算是看清了 但是 为时已晚 被圆月之光层层包裹的青云子 已如同一只西瓜一般 被天魔大能 以一握天机 生生的握爆了 只听是扑呲一声 青云子抱成了一团血渣 入了魔的纪无量 身在圆月之中 他辟逆四方 手上还拿着青云子身上 夺来的万法天珠 尔等 今天皆要死在此处 继继续